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当然好吃虾了 在广东话里虾和 哈为同音 新年的时候吃虾 象征来年都可 以笑哈哈 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欢乐连年 所以虾在春节时 绝对是一道少不了的吉祥菜式 而且无论什么种族 海鲜都是大多数人的最爱 豆腐的寓意是福气安康 豆腐谐音多福 都 富 是广大劳动人民 祈求来年多福 身体康健 生活幸福富裕的一种表达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 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虾仁 玉子豆腐 红萝卜杂豆葱花和香菜 青葱和香菜切末 红萝卜雕花切片 红萝卜雕花切片 玉子豆腐 切不开 玉子豆腐切块 虾子去壳去虾肠 蚝油酱油和糖调酱汁 一汤匙开水拌匀 烤盘加食用油,葱白一汤匙炸葱和蒜末 盘中先放胡萝卜片,再放一层日本豆腐 然后放,上虾仁,在虾仁中间点缀杂豆 大火蒸5分钟 蒸好了,哇好漂亮呢 淋上酱汁 炸葱油好香的,淋着虾仁上 美味玉子虾仁就做好了,好漂亮呢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 我最大的鼓励,感恩大家 我的YouTube有2000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日本豆腐又称鸡蛋豆腐,玉子豆腐,蛋玉精,其质感类似豆腐 它以鸡蛋为主要原料 腐脂醇,水,植物蛋白,天然调味料等 经科学配方精致 而成,具有豆腐脂爽滑鲜嫩 鸡蛋汁美味清香 以其高品质,美味,营养,健康,方便和物有所 直在消费者中享有剩余 选择不同口味调料 环,可生产麻,辣,酸,甜等多种风味 虾口感鲜嫩,营养丰富 它虽然没有严格的食用,量的规定 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消化不良,过敏等 不适反应,不宜食用过多 一般建议一次吃200克左右即可 消化功能较弱的老人或儿童更是要 减少食用量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新年菜的美味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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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